随着国际原油价格下跌 不少美国家庭慢慢可以感受到 汽油价格调降的好处 专家说 不要小看汽油价格调降 对经济带来的好处 汽油价格调降 钱回到了消费者的口袋 等同于减税或是刺激经济方案 现在的全美汽油平均价格 大约是每加轮2.64 经济专家说 汽油价格省下的钱 都将增加民众的消费能力 因此现在的汽油价格 比去年同期便宜62美分 等同于620亿美元 回到了消费者的口袋 当然汽油价格下跌 也并非全然都有好处 能源业有可能因此裁员 对于经济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